大家好,我是Stan 虚拟男团Playb 登上了姻缘榜单的一位 Playb于二手下午六点 发行了新的鼠位单曲 Pump Up的Pullio 并成功进入各大姻缘榜单的上位圈 证明了他们的话题性和人气 这首歌曲在发行后的下午七点 分别进入了Hatbite和Tapbite榜单的一位和六位 今天凌晨 该曲更是成功拿下了Hatbite和Tapbite榜单的第一名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通过这一记录 Playb成为2024年首歌登上美龙Tapbite榜单一位的男团 并且也是首歌登顶的虚拟爱豆团体 虽然在2024年 I U的Love Win Joe Pi P的Pum Young Ge Aspa的Shiponova 以及Aileen Magnity等多首热门歌曲登上了Tapbite榜首 但目前为止男团中 只有Playb達成了这一成就 而目前在美龙榜单史上 登上Tapbite一位的男团 只有BTS、BigBang、NCT70和EXO 如今Playb仅随其后 证明了自己作为具备竞争力的男团的地位 而除了主打歌之外 另外六首收录曲也都曾进入了美龙Tapbite榜单的前十名 让网友们都惊讶了 相信饭圈的大家都知道 最近进入Tapbite榜单真的很不容易 Playb 7首能进入 真的是非常厉害的成绩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虽然因为是虚拟爱豆被黑的很厉害 但看到粉丝们团结起来最正能有这样的成果 真的感到无比自豪和幸福 追他们的过程中从来没有不开心过 作为回报我会更努力的刷姻缘的 是吧 虽然我也是粉丝 但现在真的有点反应不过来 这真的是现实吗 恭喜恭喜歌曲超棒 男团居然也能做到这样 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希望Playb能继续走花路 下一个消息是 8月20号前AOA昆明娜在广卡宣布 将在今年透过YouTube和直播与大家见面 公告中提到 Komina正在努力准备向等待已久的粉丝们展示出更好的面貌 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 Mina本人也透过自己的SNS分享了这则公告 并写道 请多多关注我哦 爱你们 YouTube BJ Mina的熟人也向记者透露 Mina计划透过多频道网络开始活动 她现在已经足够健康 能够冷静地面对恶评等问题 而对于这个消息 有很多粉丝们支持Mina的付出 也有很多粉丝们代谢 Mina会透过直播又提到之前的那些争议 不管怎么样 希望Mina能健康的活动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横扫寒网的让人措手不及的 抢我娘短影片 すみません さつまいも 那边一边喊着地瓜 一边跳着节奏感舞蹈的样子 真的像陈松尼 太搞笑了 改变奏性的部分 真的是太搞笑了 仔细一看 连头发围巾和耳环都不一样了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梗 但真的超漂亮啊 真的 强望眼就像是网门真人版一样 给人一种置身于虚拟世界的感觉 完美无瑕 其实 不知道该不该说 真的不是骗大家 也有很多人说 我长得很像动漫里的男主一样